今天讓我們給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進入會場 歡迎總統立林 今天中華都更全國總會完成了第三屆第四屆理事長的交接 中華都更全國總會成立九年以來 從零做起 為都更工作紮實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總統 親自立林大會給予支持以及勉勵 非常歡愉 非常感謝 我們的副總統 可以今天來參加 我們中華都市更新總會的交接電力 大家所知道 我們副總統是人以前 就對這臺灣 居住正義 就落了很大的 就是他們的政策 在內政部部長 會承擔 跟我們發市長 會大力的支持 屬於我們目前臺灣 為老都更 跟他親建造 就去親喉 但是沒有一個人 我們全國 要還有五百五十萬多的 為老都更愛做 很高興能夠在這個大日子 來當面祝賀我們江洪志理事長 也要向大家表達最深的感謝 謝謝大家在過去幾年 在都更這件事情上 能夠跟政府一起努力 我們也有了一些出復的成果 所以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謝謝 謝謝大家 東華都更總會是政府推動 都市更新政策的重要夥伴 大家要長期關注 臺灣的都市更新議題 也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中央跟地方 保持緊密的交流 像是我們張美麗理事長 在任內 不僅時常提供政府許多的建議 也帶領協會的夥伴 舉辦研討會跟培訓 讓我們可以同市都更的 以及為老重建的專業人士 可以繼續提升能力跟知識 所以我們要再次感謝我們 張理事長跟各位夥伴的人 謝謝 謝謝 張宏志是基隆人 這一次有許多來自基隆的貴賓 特別到場為江理事長 接任全國性的都更組織領袖來慶賀 包括立委蔡適應 黃雅琳律師 還有台灣導報的社長董事長等等 共同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新任中華都更總會理事長江宏志表示 目前全國還有約550萬棟圍樓 跟都更案件要處理 未來中華都更總會 將持續為台灣居住安全好好打拼 目前已經有三四千棟的建造 等於是說圍勞度有準的 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成績 那這個不夠 未來還有全國台灣有550萬棟 跟550萬戶的圍勞度 必須要改建 因為怎麼講呢 三十年四十年 百分比一樣都是海撒屋 所以這很可怕 有一天如果來一個地震的話 不知道要倒多少 所以不利用這個時候趕快 趕快整合趕快改建 不然的話永遠永遠是很困難的 所以中華都市更新結果總會 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義務 來協助政府 協助地主 協助屋主 趕快整合 做一個很公平 很公開 不欺騙的 所以我們就 中華都市更新結果總會 就是讓民眾安心 我們是社團法人 不是一般的民 一般的團體 所以政府認定的 口靠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想應該 我們在努力 對這個圍勞度 未來有很大的願景 如果說以目前台灣 有550萬戶的話 一百年蓋不完 因為每年再增加嘛 三十年以上就算 屬於圍勞度根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當理事長 其實外面真的是非常責任非常重大 但是我們會認真 會努力去做 今天我特別來到這裡 來慶祝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總會的交接 那主要的原因 是我們新任的理事長 是我們基隆 我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那我也非常高興 我基隆的鄉親有機會 能夠接任全國性的理事長 那放眼台灣的許多政治人物 或者是縣市長的人物裡面 我自己是念都市計畫 我是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的博士 所以我可以理解到 一個城市的發展 都市更新 老宅更新 它的一個重要性 當城市發展到一個規模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是才去用擴張的方式 來推動城市發展的話 那政府的公共建設的投入 就會將是一個無底洞 也因此 在老城區的範圍內 推動都市更新 其實是各國的城市 都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事情在這邊 也要誠懇的來拜託 所有我們都更總會的好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來我基隆的城市看一看 也來幫助基隆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這樣很好 蔡基在這邊 結成的歡迎大家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雨 謝謝大家 謝謝 而對於都更的重要性 與會的貴賓都相當認同 包括總統蔡英文 三位台北市長候選人 以及基隆市長參選人蔡世映 都希望產官學 一起為台灣都更來努力 一個和平案為什麼要那麼多年 第二個為什麼要定久 然後省議的次數 推薦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 那過程裡面真的發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 臺北這個 我們的目前房屋的屋齡 大概是全國最老的 平均36年 然後另外整個數量也是全國最多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 中央到地方推動都更 臺北市的微老跟都更 大概也是全國 加起來的總和我們也是最多的 所以整個在台北市的都更 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可是程序上面 因為台北地很少 然後房屋要去整合很困難 所以就需要在座的各位 各個領域的專家 一起來跟民眾好好地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的基地裡面 大家最近看到很多的 以前不可能改建的地方 現在在台北都實現了 從斯文嶺三席蓋好以後 現在所有的老舊的社區 他們都願意來簽署同一書 然後我剛剛包含的行為市場 也開始幾乎就是要送核併了 水源二、三席已經爆核 我們希望在台北市 所有的這些老舊的房子 它的都更能夠加市 台北市我們認為在20年內 至少要完成4000到6000棟的 四樓五樓的老舊公益改建 所以柯文哲市長 我們都發局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接下來的TOE跟EOD TOE就是在捷運周邊的相關開發 我們會再放寬更大的範圍 讓大家更容易成立 增加人際的獎益 另外就是學校改建的部分 一個學校 它是有250左右的學校 即將建滿50年了 這些學校必須要改建 可是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海面 所以我們將會在學校改建的同時 控訴以外必來 我們希望它能夠改建 所謂的將來的中繼宅 也就是我們蓋出來的房子 以後可以讓旁邊的都更 先進來我們的學校 空地蓋出來的房子 先過來居住 它更新完成之後 它再搬回去 在台北居住大不利 房價居高不下 我想更重要 我們希望這座城市 能夠透過大力的推動故事更新 全面翻新 用一個嶄新的面貌 呈現出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未來台北市政府 必須要盤點 並且全面檢討 不合時宜的法規 面對未來如何推動故事更新 萬安已經有相關過化的運行 我在這邊緊張跟大家分享 也很需要先進前輩來多多建議 指導 未來我希望能夠把都市都更處 升級為都更區 從二級機關升為一級機關 要能增加我們的能力 縮短我們民辦都更審議的實程 第二 要擴大公辦都更的量能 也就是從公益出發 政府要積極的進入協助及扶養 以曼都更 第三 要適時 而且對於相關的同期獎勵要放分 舉例來講 捐贈公益設施的獎勵係數當然提高 第四 也希望能夠 擴大畫設策略型都更的範圍 比如說我們內湖周邊 劃設策略型都更 然後能夠提高重機獎勵 讓年輕人在地就業 在地生活 也同時解決交通的問題 另外 對於不同應付 要堅定執行政府代財 公權量產線 以及包括我們整件為部的補助 希望能夠提高 降低補助的申請門檻 還有圍堂個案 希望能夠協助轉軌都市更新 因為我們的末日到114年 如果沒有辦法整合版 政府要來協助轉軌都市更新 當然最後也希望能夠透過更多的管道 能夠大大的宣傳我們都市更新相關的知識 讓所有一般民眾都能了解 我想這個很重要 那我想在都更 一直是大家心中裡面的一個期待 那這幾年 這幾年在大家幫助之下 其實有很多的進步 我們看到在全體來講 我們的房子36.2年 其實都已經到了 漸漸要汰換的時候 可是因為確實 在這樣都更為老整合在整合上 是非常的困難 那有各位這樣的一個團體 做產官學的整合 然後匯集了相關的人才 提供給政府最好的一個協助 那跟大家也報告 我今年年底也要參與台北市市長的選舉 當然在這裡也要拜託大家 會試我一票 但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未來在都更怎麼樣來進行 我相信在台北裡面 算是所有的縣市裡面的重中之重 台北的房子 城市起來的早 那當然就老化的快 那在整個在老化的過程 沒有適當的都更 那相信對這城市的發展 是會有主案 會有停滯 所以未來只能在都更做好 還需要各位的協助 那我知道台北市現在已經在 各個在台灣裡面 都更算是做得算比較好的 但是未來我們要更加努力 增加我們的效力 讓專業多進來 剛才理事長也提到 相關整合人的制度 能夠正常化 需要法制的部分 我們會拜託 內政部裡面 儘快把相關該法制的話 把它法制化 那台北市 在我當市長的時候 能夠吸取各位的經驗 讓大家在協助之下 讓我們整體都更 能夠作為全國的一個示範區 讓台北市民 及早能夠享受到 既安全又舒適 又符合國際 現在規劃的一個城市 的一個樣態 讓我們一起來 那請各位也協助我 讓我們台北市 能夠及時的更新 謝謝 謝謝大家 據了解 政府近年 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政策 陸續完成都更三法的 訂定和修正 包括提高獎勵誘因 希望中高樓層的危險建築物 加速辦理都更 降低災害風險 以提升都市韌性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